大家好,欢迎走进风亚集,我是高南。 当一千多年前的王伟品尝它的时候,他捡了一花、一草、一生鸟鸣,串联出了一首曼妙婉转的小诗,动人心弦,千古流传,这就是杂诗三首之奇三。 杂诗三首,奇三,唐,王伟,已见寒梅发,复闻提鸟声,心心试春草,未向欲见。 这首小诗的语言自然,唯唯道来,执意成白话就是,才看见寒梅开花,又听到了春鸟提鸣,满寒愁思,看那心生的春草,最怕它欲接叛边,日渐轻轻。 看起来,诗里一个诗字都没有写到,但其实是句句都在诉说着思念。 诗一开头,先说起开在冬末春初的梅花,已见寒梅发,使我眼看着寒梅已经开过了,这是承接这首诗前面的奇二而来的。 在奇二中,诗人是漂泊在外的游子,问故乡来的友人,自己家中寒梅着花味。 到了奇三,她又化身为守候在家中的女子,日日思念她的良人。 可是眼看着窗前寒梅花开花谢,冬去春来,良人却久久没有归来。 寒梅开过,意味着早春也结束了,日子在思念中像流水一样的过去,诗人还嫌不够。 有写道,复文提鸟声,让鸟儿加入进来,带来春天特有的喧闹。 一扇起窗,隔出了两个世界,外面是热闹的春天,里面是寂寞的守望。 春天时,南非的燕子陆续归巢,其他鸟儿们也都活跃了起来。 春意在提鸟声中一天天地加深,这一句复文提鸟声写得非常的平实质朴,没有任何修辞。 但是,就在这平淡的叙事当中,看得到时间的齿轮在连连地转动。 这转动带着隐隐的忧虑和惶恐,因为这象征青春,爱情的春天,心心向荣的春天发生了质的变化。 梅花开了,早春已过,白鸟叫了,种春也已飞逝。 希望随着花开花落而一天天地落空,女子的思念也由满怀期待转为了忧怨和惆怅。 因为心情起了变化,于是她心心试春草。 心心是佛教用语,致思念连绵不断,也有心愿,一心一意的意思。 这心心,由女主人公的担心,忧心,揪心,春草的生命力最为顽强。 游近极远,无处不在地蔓延生长。 相思比作春草,那么相思也是无穷无尽,无处藏身,萦绕在心间。 所以,这一句是说,时光又流逝,现在是应非草长的牧春了,你怎么还没有归来,尽管在怨着你。 可是,我的思念就像这顽强的春草,在春天里无法控制的风涨。 王伟借物表情的手法十分高妙,想说思念,却不直说,而借春草来表达。 他在其二也是这样,明明很想知道关于家里人的情形,却又不敢直接问,只能假装不经意地问,家里梅花开了没有。 那种小心翼翼,让读的人都不由得心底柔软起来。 王伟的春草,虽然是翻用了处词,招引式中的王孙游兮不归,春草生兮兮兮,但情感更加深沉,抒情更加委婉。 你看末句,慰相欲皆生,是说,女子天天忧虑地看着春草生长,越来越茂盛,眼看春草要与时节相连了,禁不住惶恐起来。 慰,是害怕,敬慰的意思。 事实上,主人公慰的并不是春草变长,而是时光飞逝,却依旧等不来所盼之人。 从寒梅花开花落之时,她就已经暗含期盼,可是早春已过,重春到来,草长英妃依然没有叛到归人。 这时,寒梅、鸟鸣、春草已然变成了她情感的对立物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她从不住的可盼,到渐渐的失落,失望。 眼看着春草渐长,其内心情感也滑向惶恐的沼泽。 这首诗,以时间的推进来表达情感的推进,层层递进,诗句质朴自然,而诗意眷永连长。 最后一句中的位字是点睛之笔,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,把主人公由盼到剧的内心变化,生动地描写出来。 也有人说,王梅这首诗,不是爱人之间的相思,实则写的是思乡。 不管写的什么思念,如此之缠绵眷勇,婉约深情,让人没法不喜欢。 朋友们,不知道您还知道哪些与相思有关的诗词呢? 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。 也欢迎您点赞关注方雅吉,再会。